一个人怎妖优雅地享受喝酒 36岁的杏子早上做了个噩梦 梦里差点喝上啤酒她吓了一跳 这种看似莫名的惊慌 其实有她的理由 对于爱酒的女性来说 喝酒得认真对待 准备工作不能少 比如说上班前得把酒杯冻一冻 这样啤酒才能冰得刚刚好 口感最佳 为了尽情享受夜晚的小酌 她花了一年时间寻找心仪的房子 至于这房子 为啥特别合心意 下班了你就明白了 她虽然不是最早到公司的 但在公司的业务能力 却是最棒的 店长海野先生老是觉得多亏了她 但看起来没人这么认为 每到六点下班时分 杏子从不加班 总是第一个开始收拾东西 换上跑鞋 然后向同事道别 选这房子原因挺简单 就是从公司到家 考虑距离和坡度 能让杏子喝得正好 等红绿灯时别闲着 脚要原地踏步 走路得大步快走 同时 手臂也得大幅摆动 特别的是 有空就去餐厅溜达溜达 不是为了吃啥 就是单纯想闻闻那美食的香味 这能让人更觉得饿 虽然偶尔会冲动 想冲进店花钱 但只要决心好好享受晚饮 就能挡住那肚子的诱惑 有时候还能意外收获 比如从门口的菜单 找到烹饪灵感 半小时后就到超市了 这时候总觉得挺爽的 挑挑茄子黄瓜 还能偶遇搬家 以为不会再见的超市员工 感觉今晚运气爆棚 超市逛完了 晚上喝点小酒 最后的挑战是这个坡 爬过去 就能喝得更精兴了 别忘了 替购物袋反复也真费劲 最后冲个刺 把事收了 幸好新家确实让人挺喜欢 围裙一戏 晚饭的准备就要开工了 聊到夏季蔬菜 肯定得提提茄子和黄瓜 茄子怎么吃都行 但夏天就渴望那清新多汁的味道 把面蘸水和水搅匀 接着添点蒜蓉和姜蓉 再加些白糖和芝麻油 最后撒满葱花 拌一拌就成了 先切好的茄子 这时候可以油炸了 轻轻用筷子翻动 茄子会被油封住水分 炸的时候油声响亮 茄子颜色也会变得很好看 这个画面太适合下酒了 最后把炸茄子倒进酱汁里就行 接着是压黄瓜 用木铲把黄瓜狠狠压碎 再泡冰水 让它更脆 料汁是加了日式末的蛋黄酱 搅一搅就变成芥末蛋黄酱 简单一配黄瓜 直接变下酒小菜 新鲜大蒜煸炒出香味 炸到金黄就能拿出来了 先给朱里姬撒盐和胡椒粉 扔到锅里那一刻特别满足 煎炸声不停在耳边作响 香气很快满屋都是 金黄色更勾起胃口 用圆白菜炒个素菜 稍撒点盐 就能让白菜变得更甜 朱里姬慢慢煎的时候 刚好可以弄弄买的寿司 虽然手卷寿司也不错 但杏子今天想试试海鲜碗拼 把寿司材料切成小块 依次放入碗内 加个鲜蛋黄 撒几片干海苔 就大功告成 这种随意的搭配 让人特别满足 此刻煎得恰好的朱里姬 也该切片了 颜色正好 摆盘时 最后直接用锅里的肉汁做酱 加些酱油糖和黄油 然后把酱胶肉上就行 这样一来 肯定让人超有食欲 杏子迅速从冰箱拿啤酒和杯子 准备工作终于搞定 这是他每天最盼的小酌时刻 啤酒一开 慢慢倒满杯 愉快地喝了一口 一阵冰凉直达胃底 杏子真心觉得 之前的努力没白费 拿起黄瓜站点芥黄 嘴里回味着爽脆多汁 不由自主地把啤酒喝光 很快就来了第二瓶 再次给酒杯添满 又吃了块茄子 清新和浓郁的味道 在味蕾上像做梦一样展开 搭上豆芽等小料 茄子味道更胜一筹 简直是下酒佳肴 接着是海鲜碗的秀场 舀一勺放海苔上 一口下去 感觉自己变海洋霸主 没手卷那么浓 但同样海味十足 杏子爽快地又干了一杯啤酒 最后这道是煎的香的朱里脊 一咬就停不下来 既嫩又鲜美 搭上蒜瓣简直绝了 简直是配酒神器 没啥比这更配酒的了 不知不觉中 杏子也开始猛吃起来 吃着吃着 每一口都超有感觉 独自享受的美好饮食时光 没人打扰 只有自我陶醉的快乐 生活有时苦有时甜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小确幸 随着啤酒一口干净 宵夜时间也告一段落 食材加酒只花了1500日元 这完美的宵夜 真是让下班的 我超满足 今晚作为酒粉的 我又找到了新乐趣 杏子不但在家开小烧烤派对 还喝起了除啤酒外的鸡尾酒 这一切都因为 一次意外的抽奖 本来一等奖是50寸电视 二等奖是扫地机器人 可他偏偏盼着的 是四等奖的美酒 看来老天爷特别照顾着酒鬼 幸运的他 真抽到了心仪的四等奖 可惜的是 奖品里没有他喜欢的啤酒 把酒杯冰在冰箱里 这才让杏子开始准备去上班 为了晚上喝酒能爽 白天他会想尽办法 多消耗体力 连小岛同事都发现了 他不一样的行为 可小葵早就习以为常了 正好这时候 来了的新客人 店长二话不说 就认定人家是来找房的 结果很快就打脸 人家其实是来找新酒吧的 幸子自然担起了旧厂大任 聊天时 客人提起尝试新鲜玩意 这让下班的幸子 想要做些新尝试 于是他去了攀岩馆 攀岩比想得难 还得忍受旁边情侣秀恩爱 但无论多难 只要想到不上顶 就喝不到美酒 他仿佛获得了无限力量 一步步爬上了顶峰 俯瞰的景色此刻特别迷人 离开攀岩馆那刻 真心觉得 这次尝试太棒了 下一步购物时间 各种肉品让人挑花了眼 听了超市小哥跟店长的建议 幸子终于决定了 回家去 把食材拿出来 整齐放在案台上 今晚吃的是烧鸟套餐 把鸡肉切成喜欢的大小 加料酒去新增鲜 拿起竹签 把肉穿上去 再加点洋葱 洋葱鸡肉串就完成了 再加弄烧鸟好处多 可以随心所欲 选尺寸做 还能随意组合搭配 接着是弄肉肠 把鸡肉末紫酥鸡蛋混一块 加点盐 几点蒜泥 配上软骨 这样就得到口感丰富的肉肠了 烧鸟蘸酱 是将酱油 味淋和清酒混合 再加砂糖和蒜泥调好的 虽简单 但味道棒极了 下一步是炸豆腐 那厚度看着就超吸引 切拌 抹上香甜的味噌 烤一烤就好 配菜也轻松搞定 拿昨天 剩的紫菜心和白菜 来弄个简单的沙拉 撒点黑胡椒 再加玉米 最后撒培根碎和咖喱粉就行 杏子做完这些 从冰箱拿出啤酒和杯子 终于搞定晚上喝点的准备 开啤酒 酒缓慢 顺着杯边满起来 杏子忍不住喝了一大口 那冰凉透心 好像瞬间 把一整天的泪都冲走了 都是拜今天爬山的福分 今晚的啤酒格外爽口 眼前的烧鸟也特别香 不过烧鸟有个小毛病 就是比烤肉慢好多 但话说回来 等得越久 吃起来越有感觉 想到以前外面吃烧鸟时 常常得迁就同事的口味 在家吃就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随便调味 是做烧鸟的诀窍 等烤好的时候 该锈一手沙拉和炸豆腐了 加点甘蓝沙拉 满意的大口吃 脆口感让沙拉更有味 这都多亏了培根和咖喱粉 然后是炸豆腐 一口下去 将近炸豆腐太香 让人欲罢不能 性子忍不住一大口 把啤酒喝光了 又从冰箱抓了瓶啤酒来 杯子又被灌满了 烤串也正好烤好 先尝尝烤鸡心的原味 嚼着嚼着 感觉到那软嫩和鲜美 再撒点辣椒粉 加了辣椒 真是味道更棒了 啥比这更配酒啊 烤鸡皮也绝对不能放过 先尝原味 撒点山椒粉 鸡皮配山椒真妙 幸福不经意间来了 还有软骨配香菇 这次用了芥末 脆爽加芥末一绝 舌尖上的美味 啤酒不自觉就喝光 性子正想拿第三瓶时 却意识到 忘记冰镇第三瓶了 有点失望地回到座位 没想到连我这么小心 也会出错 但就在这时 性子灵机一动 想起了鸡尾酒 加点柠檬和冰块 再倒入鸡尾酒 一杯清爽的柠檬冰镇鸡尾酒 就搞定了 果然味道超级棒 同时 鸡肉串也飘来了 馋人的香气 性子一边吃着手里的鸡肉串 一边满足地咬了一口 很快就加了点芥末 有了芥末 鸡肉串味道更刺激了 这种口感保持住 下一步就是柠檬鸡尾酒时间 两样搭起来挺搭 最后是烤得很久的肉肠 虽然直接吃味道 也不错 但别忘了 还得加蛋液 蘸了蛋液的味道 简直让它美味升级 这才叫极致享受 接着第二轮烤鸟也准备好了 大饺美肉 畅饮美酒 各种佳肴接连不断 这就是生活的精彩呀 不管白天多累 晚上小酌一番 总让人满足 对性子而言 可能是每天最大的安慰了 这天店长送了搬家礼物 性子高兴地收下 本以为会是顶级寿司 结果只得到一个寿司盘 想把寿司盘用好 他打算请小葵帮忙买菜 毕竟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寿司材料 小葵这个超级性子粉丝完全赞同 想要享受那完美的小酌时光 每天得想办法消耗掉体力才行 于是他们决定在买菜前打一场保龄球 虽然性子球技一般 但还是很能吹 谁今天输了明天的午餐就得请 很快第二轮开始了 这次虽然有点侥幸 但球技还是差 这时小葵也试了试 开局就是满分 比赛很快进入高潮 两人眼里都闪着要赢的光 分数差距开始变大 但就在那时 性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突然锐利了起来 再次上场的他 像变了个人 不止击中满分 还慢慢追上了比分 大家都在看性子那会儿 老板娘还送了三个礼券呢 小葵这时候才懂得 原来只要连中三次 就能饮啤酒券 真是标准的酒鬼操作 活动结束 两人去超市了 选了好多新鲜刺身 在超市员工帮忙下 刺身被切得很均匀 俩人还特别感谢了员工 性子和小葵约好了 今晚得用手头的食材 好好享受一顿 绝不留遗憾 回到家 性子拿出他准备的寿司佐料 托盘里的食物 看着很诱人 碗里加了海带和洋葱 浇上点柚子醋 再倒点橄榄油拌一拌 蟹柳海鲜沙拉就做好了 然后他又从冰箱里 拿出一块蓝芹金枪鱼 鱼肉嫩又多汁 把鱼肉擦干放平底锅里间 调个酱汁 用生姜蒜末 糖和柚子醋 给鱼肉翻个面 再浇上酱汁 热气带着香味四溢 看着就满足 出锅的金枪鱼浇酱 加上白萝卜泥 撒点小葱大功告成 下一步就轮到今天的重头戏了 做好吃的寿司 得先从寿司醋开始 还需要一盆热乎乎的米 赤醋是寿司米的秘诀 往米里加赤醋 确保每粒米都裹上醋 扇扇子能帮米饭快速冷却 避免米饭粘手 就用寿司醋湿湿手再下手 然后右手捏一块蛋黄大的饭 拿一片刺身 磨点芥末 把饭紧按在刺身上 然后寿司转到左手指尖边 再让刺身朝上压紧 左右摇两下 美味的寿司就完成了 重复同样步骤 今天用的都是顶级食材 但为了偶尔的享受 这一切都值 满于超级诱人 至于军舰寿司呢 冰箱里的火腿和玉米也不错 给这俩食材几点蛋黄酱 然后均匀抹在寿司上就行 这过程看着就让人馋 一会寿司大餐就搞定了 看到这碗酌的准备 杏子迫不及待拿出啤酒和杯子 这就是期待好酒的感觉 开啤酒 酒杯慢慢被灌满 孤独声让人心情舒畅 满足地喝了一口 冰爽从喉咙直达味 杏子想着多亏了保龄球 没有他就享受不到 这放松的夜晚了 拿起海鲜沙拉 杏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口感真清爽美味极了 拿来配酒太合适了 不知不觉第一瓶就空了 那就得开第二瓶了 杯子又满了 泡沫冒上来忍不住笑 给金枪鱼加点料 转瞬就吃光了 杏子吃得眼睛眯成了馅 柚子醋的清爽 和蒜泥的辣太棒了 口感好的没法形容 简直是调料都用到了极致 再来一口啤酒 Rich Eye接下来轮到今晚的主菜了 虽然选什么吃让杏子犹豫不决 但他都超喜欢的 这种幸福感 似乎只有在家才能享受到 拿起一片金枪鱼寿丝 蘸点芥末醋 看着手里的寿司 吃一口就超满足爽饭了 想都想不到 家里能吃到这么好的寿司 这时候 小葵也在大块躲一塌刺身 大嚼一块金枪鱼 爽快地喝口啤酒 一天的泪全部消失了 两个人同一时刻 都在干同一件事 不停吃寿司 边喝着好喝的啤酒 下了班真泪 啥比吃寿司更爽呢 每口都是极乐 性子一不小心吃快了 啤酒简直是天作之和 寿司让晚上更有味 海鲜沙拉怎能错过 好吃的东西 眨眼就没了 虽然就是随便吃喝 但也展现了生活的小确幸 满足自己的方法有很多 但身体累了后 谁能拒绝一顿美味的晚饭呢 盯着空空的盘子 性子心想 今天真的超值 爱喝酒的性子 最近遇到个小问题 原本是搬家 去给新邻居送礼的 结果却换来一大块山药 不知不觉 怎么吃这块山药 变成了性子最近老想的事 但今天他不打算 用运动来消耗能量 家附近新开的澡堂 真是急了 泡个澡舒服急了 但就算这样 还得想办法处理 邻居送的山药 现在正是放松又清醒 他打算好好想想 首选是果淀粉炸山药 然后是撒黑胡椒煎山药 最后想的是 全市之市的菊山药 虽说这些都挺好的 感觉就差那么点 对哦 还能吃山药泥呢 性子立刻做了决定 回家途中 他注意到了一个 正在享受晚餐的男人 他只是路边喝啤酒 边吃外带的石井梢 这晚餐挺不错的 但那石井梢特别吸引人 即使到了超市 性子 还是心心念念 这时超市员工热情地打招呼 原来他们今天有卖石井梢 店长也不甘落后 拿出了关西口味的石井梢豆艳 店长热心地给性子大份量试吃 但性子有原则 晚饭前不吃东西 于是婉拒了 不过这番好意让性子灵光一闪 他从两位的调料区 各拿了些调料 然后帅气地离开了 超市小哥和店长不分高下 性子一回家就忙着准备菜 厨房台上食材一目了然 先把原字菜和大葱切好 然后装碗待用 削山药时候的那种感觉特解压 可能这是好吃的前奏 但是把山药磨成泥真麻烦 这过程比我想的还难 想到这是美味到来的前奏 这让人开始期待起来了 山药泥黏黏的特别引人 简直想一口气吃光 把山药泥匀匀地铺在配菜上 切好的葱花也要加上 再撒点小麦粉 然后扔点炸面包屑 红姜和鸡蛋 好好搅拌是关键 看着石井烧越拌越好嘴馋了 这味道肯定棒极了 处理完石井烧的食材 别浪费剩下的山药 切成细丝 加点生蛋黄和柚子醋 既简单又爽口 杏子准备好了 拿出电烤盘 虽然是去年买的打折货 但用起来真的挺好 拿起铲子 家里立马 变成了石井烧小店 食材一准备好 就万事大吉了 杏子迫不及待 拿出冷啤酒和杯子 晚上喝酒时间到 啤酒开了 酒杯慢慢被灌满 看着泡沫一点点上涨 杏子忍不住喝了一口 那瞬间的冰凉太过痛快 拿筷子扎破盖着的蛋黄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随便尝一口 美味的让杏子 不得不夸食材的好 喝啤酒时 心里也感激 邻居送的绝佳山药 第一瓶啤酒 很快就喝光了 很快又开了第二瓶 酒杯又满了 先放进章鱼须 然后轮到海螺肉出场 房间里香气四溢 可以先放片黄油调味 再撒点盐增味 看着黄油在铁板上融化 直让人食指大动 滋滋作响 听着也挺过瘾 简单来跟鱿鱼须 一咬鲜味直冲味蕾 嚼着嚼着 那味道越来越棒 好吃到停不下来 这会儿正好来杯啤酒 加一块螺肉尝尝 味道真的超级棒 螺肉的脆嫩 加上黄油的香浓 俩味道搭得太好了 这让杏子猜想 他们以前是不是夫妻 接着得准备食锦烧了 这时候 铲子派上了大用场 两份食锦烧 也开始丝丝作响 先来口啤酒 再边吃边听食锦烧的声音 享受晚餐 有啥比这更棒的呢 看着食锦烧慢慢做好 杏子开始浇上调好的酱 用勺子刷匀 再加点蛋黄酱 最后割成黄金比例块 成一块倒盘中 杏子撒了点牧鱼花和碎海苔 然后加一块吃起来 闭着眼享受这美味 这黏乎乎的口感 真的太棒了 杯里的啤酒一口气喝光了 酒跟食锦烧的组合 真是天作之和 又拿了一块 杏子开始有点为难了 因为酒喝完了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新办法 他打算弄一杯冰冻的气泡酒 先用筷子搅冰 让酒杯凉下来 接着把容了的水倒掉 不行 这样酒味才不会变 可以加15量的威士忌 然后慢慢加入苏打水 用筷子顺着边插进杯子里 轻轻搅一搅 让气泡不跑 这样一杯气泡酒就好了 随便喝一口 那熟悉的味道马上回来了 晚上的小酌又可以进行了 吃块大葱烧 再喝口气泡酒 既享受又心情好 不知不觉里 杏子开始狼吞虎咽 所有调料都派上了用场 持续添入 接连喝酒 对现在的杏子来说 每一刻都很美好 尽管一整天都很累 但是好酒好菜没让他失望 最后一口啤酒下肚 今晚的聚餐就结束了 唯一不太好的就是 可能有点太热了 杏子一大早就开始准备 晚上喝酒的事了 怎么吃掉这两个扇贝 成了大问题 这毕竟是家乡送的礼物 店长那会儿正在吹嘘 自己什么语言都会 这话立刻让大家半信半疑 正好这时候 一个西班牙小哥来了 小葵觉得 店长可以大显身手了 机灵的店长 马上找了个去 庙娃底开会的理由溜了 刘小葵俩人很无奈 幸好杏子说的一口 好西班牙语 即是解围了 这让小葵对杏子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但这并没帮幸子 解决喝酒的问题 他就想去小球场看看 看着踢球的西班牙小哥 幸子差点以为自己饮花了 很快就觉得哪里不对 这不就是今天遇到的 那个西班牙小哥吗 这时 对方也注意到幸子了 就这么着 换上运动中 他打算来一场 激情四溢的足球赛 但平时运动能手的他 这次却显得手忙脚乱 面对西班牙小哥的传球 球 直接就从脚下滚过去了 明明球已经到脚边了 结果却是人走 球还在那 好不容易赢得了法典球 结果大伙看着 才踢了个滑稽球 又被对手进球了 幸子泪眼朦胧地觉得 自己可能不适合踢球 但和同事们 一起为足球加油的场景 依旧记忆犹新 想到那啤酒的味道 他决定真心向队友们道歉 西班牙小哥 却让他别放在心上 反倒夸他 有着别样的热情 这颗的幸子 决心要有所作为 看到队友拼命努力 他重振信心 觉得只要全力以赴 就可能享受到 那完美的胜利喜悦 眼前足球飞来 这颗他目光坚决 猛地一踢 足球在他注视下 飞快入网 激动满意而出 他深深感激 那西班牙小哥 踏进超市 他心情大好 买菜不再犹豫 好像是特意配合气氛 超市今天还搞活动 拿出西班牙屎背 被超市小哥邀请去看 性子还是遗憾地说 下次吧 感觉对不住店长的用心 回家后 性子要先做的 就是西班牙海鲜饭 洋葱先切成末 然后把它倒进热油中快炒 洋葱炒香后加鸡肉 这不是做海鲜饭的起手式 拿起旁边的番茄酱 毫不犹豫倒进去 小火慢炖能减少酸味 接下来是加海鲜的时候 特别是不能少了翻力背 海鲜全进去之后 加葡萄酒和水 汤汁差不多收干时 可以把所有海鲜盛好放一边 接下来要在汤里加浓汤饱和调料 主要是加藏红花和辣椒粉 盐主要是最后加调味 轻轻搅拌均匀 然后把汤倒在一边等着 接着放入洗净的大米 设置好时间 盖上盖子威就行了 可以做点西班牙小串 先串培根跟黑橄榄 接着是干番茄和青葡萄 最后串上黄瓜和章鱼 串好了 就用罗勒酱拌一拌 然后是日式西班牙餐厅的招牌 放点孜然和香菜 还有鸡蛋和肉末混合好 揉成一颗颗肉丸子 炸一下就大功告成 真的挺不错的 炸肉丸的声音挺好听的 这会儿可以把番茄酱炒香 然后把肉丸丢进去翻炒就行 光是看着也挺诱人 但撒点欧芹碎会更棒 这时候可以顺便检查下海鲜饭 香味肆意满屋都是 闻着就超想吃 海鲜饭差不多熟了 可以再加点海鲜 把黑橄榄也扔进去煮一下 盖紧锅盖再炖一会儿 最后要做的是西式口模 把腌好的肉甜进口模 锅里加点蒜末油 把口模放在蒜末油上煎 倒点白葡萄酒 煮的时候切点柠檬 用柠檬汁和盐调个味 上菜时撒点欧芹 口模做好了 海鲜饭就差最后一步了 为了让外皮酥脆 终于搞定碗酌的准备 从冰箱拿出啤酒 性子真心感激今天的一切 啤酒忍不住地倒进杯子 开心地大口喝了一口 一天的泪似乎瞬间消失了 虽然突然去踢了足球 但这让碗酌更上一层楼了呢 首先上的是西班牙小串 脆爽口感搭配完美外观 真的又方便又好吃 培根串也得试试 一口下去 立刻就想搭配啤酒 然后尝尝西班牙肉丸 满意地一口咬下 浓郁的番茄酱 仿佛带着满满的热情 也特别适合下酒呢 口模也超级让人期待 一吃进去 口模和腌肉简直完美搭档 咸甜滋味太香了点 性子不小心把头一瓶啤酒喝光了 但他今天对喝酒有新看法了 打算尝尝别的酒 往杯子里加冰 缓慢倒进红酒 再几点先盛汁进去 迫不及待举杯喝了起来 味道果然没让人失望 然后是今天的主角海鲜饭 这道我盼了好久的海鲜饭 不只有西班牙的屎贝 还有北海道的番茄贝 更别提其他海鲜了 给海鲜饭几点柠檬汁 轻轻舀舀一勺 一口下去那刻 满足到爆炸根本比不了 浸满汤的米饭 让人停不下来 真的好吃到快哭了 再来一杯红酒 再加点满是肉汁的番茄酱 吃海鲜饭 还有啥比这更配 别忘了大虾 一口一个对它最大的敬意 再喝口红酒 就这么吃喝不停 不停地吃着眼前的食物 本来只想自己喝一点 结果越吃越有味 最后放下酒杯 完满地结束了这顿晚餐 大家都在嫌弃热得要命的天气 杏子倒是不以为意 满心满意 只想着怎么在热浪中享受晚饮 他就是这么的另类 正啃着冰棍的店长悄悄过来了 问杏子 今天能不能下班晚五分钟 原来是店长约了个获奖摄影师 来给官网拍照 还洋洋得意地说 这摄影师很厉害 想想要换的官网照 为了这是晚点走也行 很快六点零五分了 摄影师还没影呢 杏子就想回家了 店长急忙说 他现在就打电话给摄影师 沟通后才发现 是他记错时间了 对方八点才能来 杏子真不想等 但是想重新拍照片的店长 怎会放手 解释说 摄影师明天得去夏威夷 今天非得配合不可 看着同事们也都这么请求 看来想替换官网照片 只能这么办了 但两小时等待还是太久了 店长知道 大家不情愿 不知从哪搞来一套桌游 得意地说 正好用来消磨时间 小葵没想到 杏子居然也同意了 开始搭档后 大家都准备好了 杏子也开始准备 第一个素面被端上 杏子眼神锐利 但马上素面就被店长吃掉了 杏子满脸羡慕 紧跟着店长 还开了罐啤酒悠闲的喝 杏子决心 下回他也要成功 小葵又端上一碗素面 这回店长也没抢到 杏子正以为自己要成功吗 结果旁边的小葵却抢先一步 得意地尝了一口 还夸这味道真不错 就这样 小葵也成啤酒队伍的一员 杏子又开始准备 这次他信心满满 觉得这碗面非他莫属 只见素面随水缓缓下落 杏子好像看见素面正招手呢 但结果店长继续把面吃了 小葵埋怨店长抢了杏子的份 这时他们才记得 杏子连口都没尝 小葵马上让小葵让开 紧接着又放了一碗素面 杏子这次以为终于轮到他了 可小葵不自觉地又抢先了 看着小葵吃得不亦乐乎 杏子的眼神凶巴巴的 小葵感觉被吓了一跳 急忙和杏子说 杏子表面不在乎 其实心里很介意 小葵鼓励杏子 下次一定能接住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杏子一脸认真再次尝试 但紧接着 店长开心地继续吃 小葵一脸无奈 又重来了一次 店长又气得不行 场面立刻变得超尴尬 小葵建议杏子 直接吃篮子里的东西 不愿输的杏子当然没答应 但小葵好心提醒 这是最后一根了 杏子这才明白 大势所趋 想到自己为晚餐付出的努力 他内心冒出了斗志 最后一根面条被小董放下 就在那一刻 素面终于被杏子吊上来了 大家都替杏子开心得不得了 店长还特地拿出珍藏啤酒庆祝 当大家以为杏子会开吃时 他却罢手了 原来他打死不破 晚饮前不吃东西的规矩 参与抓素面 只是为了耗点酒钱体力 小葵叹道 杏子就是杏子呗 这时候摄影师终于迟到道场 众人终于合影留念了 看到小村先生好像不太懂得用相机 小葵他们有点糊涂 其实小村先生上周才学的摄影 而且他说的夏威夷只是隔壁的度假村 小葵他们觉得又上当了 下班的杏子急匆匆去了超市 他今天打算做素面 买菜特别顺手 超市的促销活动正好帮了大忙 确实节省了不少选购时间 杏子一回家就开始翻橱柜 找的是朋友送的那个搬家里 那种比普通粗一点的今晚就靠它了 把水倒进锅里放电磁炉上烧 水烧着的时候 正好做些生姜肉卷 把生姜切得平平的卷进五花肉里 虽然简单 但也挺有讲究的 把肉卷排好 放进平底锅 小火慢慢煎就行 差不多了 就浇点味淋 盖锅焖一下就好 时间不长 但挺精致的小菜 水沸了就能下素面 因为面粗的多主化 这时候可切点番茄 再煎点培根 煎完培根后 直接在用过的锅里加面汤 撒点糖 煮好了加冰块就行 然后处理冰箱剩的牛肉 牛肉过一下开水 再泡冰水里 这会儿面差不多熟了 简单点就是 直接倒进滤网 用冷水冲 能去掉面的粘性 接着把面条泡冰水 使它更Q弹 这样素面就准备好了 准备两个好看的玻璃碗 把做好的素面摆成好看的样子 浇上之前调好的酱汁 一碗加点番茄和培根 另外撒点萝卜苗装饰 看着既清新又又人 最后撒些芝士和黑胡椒 第一道素面大功告成 这道素面主要用的是芝麻酱 先浇一层厚厚的芝麻酱 再加上牛肉 大葱和黄瓜 腊油得先摇匀了才到 这样味道才更均匀 最后放的是蛋黄和韩式紫菜 撒点芝麻就大功告成了 看着两碗素面 性子感慨 这才是他憧憬的夏日 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和杯子 吃了点开胃菜 啤酒急不可耐地灌进杯里 泡沫嗖嗖往上冒 性子赶紧干了一大口 虽然傍晚 喝一杯已很平常 但没加班和那碗素面 就享受不到这美妙的夜晚了 抓起一卷生姜肉 一口塞进嘴里 嘴巴不由自主地开始嚼了起来 姜汁和肉的完美融合 真的超级好吃 又来一口啤酒 不知不觉喝光了 啤酒家夏天绝配啊 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瓶 酒杯马上又满了 开始享受今晚的重头戏 来一口素面 那清爽没得比 说起夏天的味道 肯定就是凉面 这种凉面 怎么吃都觉得特别满足 加上番茄和培根 简直完美 一入口 就情不自禁想喝啤酒 至于那碗芝麻酱的 味道也超级过瘾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给牛肉裹点淡汁 感觉好像在吃寿喜烧 不知不觉 性子喝酒的速度快了 每一口吃喝 都满是对生活的向往 或许幸福不需要太多 享受现在就挺好 感谢观看 在言声的速度快 los 请不吝点赞